1988年出生的马进曾是中国羽毛球队的一员,他在女双和混双项目上都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,职业生涯共获得六次世界冠军头衔。 马进在国家队的有个外号叫小马达,因为他的脚移动得很快,感觉像一部马达,还被队友戏称是带波伦增压的。 李约奥运会,马进和徐晨的混双组合,在最后关头获得了参赛名额,奥运之后原本还想坚持下去,但32岁和28岁的年龄对运动员来说都已经不但年轻,最终两人选择了退役。 退役后,马进成了某投资机构的合伙人,有了新身份的他也越发的美丽动人,他表示自己只是换个舞台,继续为体育发为自己的光和热。 方看马进的微博,都是在各地旅游的照片,晒晒美景,晒晒美食和自拍,从这些接地气的动态也可以看出,马进退役后的生活过得十分滋润,让人羡慕。 马进在圈内的人员应该是很好的,澳门公开在期间,马进和韩国对好友相聚澳门,图文和李龙大合影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订阅,辞nor。